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做法 我们奉劝澳方 停止对中国依法治国 指手画脚 无力挑衅 停止以炒作 施压等方式 粗暴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 中方一贯本着开放 透明 这样一个态度 同世卫组织开展相关溯源合作 在国内疫情防控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 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溯源研究 双方专家共同进行了实地考察 共同分析了大量数据 共同发布了联合研究报告 得出了权威 正式 科学的结论 我要再次强调 许多线索报道和研究表明 疫情早在2019年下半年 就已在世界多地多点出现 中国已为全球溯源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们期待在全球溯源中 各方都能给予世卫组织充分的支持配合 以便尽早找到病毒源头 阻断疫情的传播 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的一些政客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做法 为什么这些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反复纠缠 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呢 说穿了 就是要推卸美国自身抗议失败的责任 为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 再找一个借口而已 但事实证明 甩锅推责这套靶蟹 害的是美国自己 受损的是美国民众的生命健康 把溯源政治化 只会干扰破坏国际抗议事业 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 溯源是科学问题 在这事关人类健康安全的问题上 我们应当秉持 挽救生命 更好应对今后类似公共卫生危机的初心 应当走团结合作之道 而不是挑动分裂对抗 应当依靠科学方法 而不是搞政治操弄 将溯源政治化的做法 既不道德 也不得人心 只会归于失败 当前中欧关系出现的一些困难 值得重视 正确的做法应是在 尊重基本事实的前提下 开展介质性的对话 增进相互了解 消除一律误解 不断扩大共识 聚焦互利合作 推动中欧关系 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 面对后疫情时期 更加复杂多样的全球性挑战 中欧作为全面战略伙伴 更应从大局和长远着野 加强协调合作 共同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切实改进完善全球治理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意与欧洲继续交流对话 增进理解信任 共同促进双方合作目标 更好服务与中欧各自发展 和人民扶持 中方一贯支持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已宣布向其提供一千万剂疫苗 有关企业正全力做好疫苗的供应工作 今天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供应的首批疫苗正式下线 正是中方以实际行动 践行疫苗全球公共产品承诺的 又一重要体现 中方将继续支持有关的企业 加强同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沟通协调 为全球早日战胜疫情 继续做出中国贡献